这个副款是男友副款 马梳,正如刚才也有说,F和L 这个款都是F和L 平时我会选择fit or size的尺寸 告诉大家 但是批发比错了我 对,比错了我 我现在穿这个是L 这个是F 我会再示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会仔细地说 这个是恒色,灰灰的恒色 这个真的是灰色,这个是灰蓝色 这个也是一个带灰色的恒色 它是一个男友副 去到小腿位置都是收回 在各个腹脚的位置 腹脚后跟的位置有个掌根位 但是不拘束的 不触碰着脚的部分 纯粹是收剪的一些detail位 我示范 我示范尾尺寸给大家看看 我现在穿这个是L 你要看到真的比我平时穿的 是宽松得比较多的 都是跌下来的 我是hold不住这个款 因为不是我的尺寸 我现在穿着这个是L 待会大家明显看到这个是F 是fit一点的 L就是L和XL 尺寸我都会稍稍的 这个是延伸度 腿和heap都是宽松了的 有马分的,这个是两个马 F和L 我现在穿的这个是L 我腰围位都是浪不到的 现在这样穿的 状态是真的很低浪的 浪位深了的男友库款的效果 这个款也有今季流行的 运动工业风的执袋 有正常的袋位 那你会见到他腹脚的位置 是这样收入去 后端的位置有个橡筋 不过那个橡筋是不贴肉的 纯粹收回它的cutting 因为你都会见到 其实这个负款的布量都不少的 都不少的,都是很阔的 所以你要收回的 部位的位置 那就要在后端那里 就做一点点 detail 那好,那我现在召唤了F 召唤了F给大家看一看的 对,这个就是F 那你会见到是浪不起一点的 没那么松,没那么浪的 对,那真的有分别 错了错了,不要紧了 大家留意一下 那heap的部分 我也是浪得起一点的 刚才那是真的明显的低浪 好像真的有很多 over size那种 我穿L就真的over size 我是穿F 那你会见到 它的尺寸真的有分别 那这个也是比较宽松的 那那个宽松程度是正常的范围 刚才那个真的over size 我现在这个是属于正常宽松的版型 那也是浪得住的 那本身前提的这个款 本身真的比较宽松 对了,所以又不会去到过分了 对了,不会去到过分了 对了,也是看后端 都是有分相同的橡筋位 对了,heap也是宽松的 那我现在这个呢 是F 对了,F 那就是for SM码的 S或者M码 那我刚才示范的L呢 就是forL和XL 那两种码 真是,今年我真的讲了很多 F和L 真是 不知为什么呢 好,anyway 但是不过留意到 通常的副款位 副款的选取上 都是比较宽松的 嗯 就是当然了,你说真的去到 牛仔裤 一定要马数分得正 正马一点的呢 通常都是有 那么上一辈子的 就是你不可以做得太宽松 太宽松的范围较宽一点的 就是我好像我现在这样 我说这个款本身都是宽松的 那放马 那可能两个都ok 但是如果那个副款是比较slim的 就真的要做回正马的四个马 最少都要三个马 对了,那就真是fit 那可能这些款呢 比较宽松一点 所以放的马可以两个都已经ok 对了,布料都是有弹性的 对了,布料都是有弹性的 对了,布料都是有弹性的一个布料 对了,那我再试一试一试 我现在这个是F来的 舒服的 对了,舒服的 这个就是casual一点的style 对了 那我现在很快就这样换一换 换一换的top 因为我一会儿再试一试 有一个top也是casual一点的 不过就有多少少detect 对了,这一个是casual的 对了,这个是蓝色 我就配了灰色 对了,那除了配了casual的t 虽然我这个也是casual的 但是我的手就位都是有detail去做style 那除了一些t cut之外 如果你喜欢搭一些轻松一点的穿搭的话 那可以参考一下我现在这个 这个就是轻松一点的一个穿搭效果 那是宽松的了 那是heap和大腿一路宽松的 那去到小腿就收回去的本色 对了 那我除了一趟casual的t cut 那你都可以趁一个比较型格的 或者有cutting的一个top本 接着你给大家看看 那是因为有了 那是个游戏 HUZ 你怎么看着我 要是指数 就是先帮来 其实是的